不过买名声用品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上网买 动动手指到货 非常的方便 连生鲜也可以 您知道吗 电商的通路销售规模 在2020年 线上销售额金额已经达到了862亿 是不是真的蛮惊人的呢 就算你眼睛看不到这些吃的 不过大家也蛮敢放心买的 像是虾皮购物就推出了虾皮的生鲜服务 由生鲜供应商直接出货 让你上班买 下班就可以收 非常的快速 而PC Home呢 他们则是走选物品牌的角度 推各式各样的冷冻即时料理 你连煮都不用煮了 回家热一热直接搞定 而MoMo呢也是宣告 他们要把生鲜商品定位在 未来重点扩张的品项 而且不排除要自建物流 切入冷藏商品的电商跟配送 那虽然目前看起来 感觉上销售市场是很庞大 不过呢 目前的线上的线透率 跟产业的集中度 还是比较偏低的 所以竞争局面比较零散 再加上其实运送生鲜物流 有一定的难度 成本也是比较高 所以企业的营运规模 看起来难以复制扩大 如果这些问题可以解决的话 那未来的营业规模 想必可以独霸一方 但是说到了冷冻食品 现在除了卖场之外 其实超商也在抢着布局 因为很多人都懒得自己煮 又不太想要去外面吃 所以干脆就买冷冻食品 超商就有电到电的服务 相当方便 在家自己煎鱼 不怕过度调味 但对上班族而言 最麻烦的就是没有备料的时间 超商业者看上商机 打造冷冻平台 你好 我要寄件 冷冻也能电到电 超商创立平台 目前有超过30家生鲜厂商 小致直播卖家 大道海鲜饼店 只要有盈利登记 可以申请加入 超商提供物流跟通路 消费者24小时 在全台超过3800家门市 都能取货 那我们判断 我们接下来将这个冷冻电到电的服务 结合我们的这个冷冻专营的商城 甚至可以推转到一般的消费者 都可以使用之后 整个冷冻包裹的建树 应该会有翻倍的成长 去年受到疫情影响 全台生鲜食品线上销售高达862亿元 年增超过20% 超商卡位强劲市场 不但收取卖家运费 消费者取货时 带动门市来客数 对 就是上班族来说 如果是冷冻宅配的话 因为不会随时来加 所以冷冻电取这个服务 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的服务 没有超市的话 我这样子特别走过去的时候 可能需要花到30分钟左右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直接在家附近就可以取货了 方便消费者 林家超商除了在店内 新增冷冻柜 贩售生鲜食品外 同样提供冷冻寄货服务 预计每个月将吸引超过15万人次使用 他自己本身的物流 就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他再多运几个这个卖家 然后收收他们的物流费 去平衡自己的这个司机 或者是有钱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意 那搞不好是本来所谓的 耗钱的物流成本 还能变成赚钱的物流的收入 超商拓展新服务 一举两得 不只缩短 取得食材的时间跟距离 搭上防疫宅商机 运用原有的优势 创造新的业绩收入 三圈十之重方向 他倒